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PA在3.0以上 根据不同的公司要求标准 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比如说Farmers的话会要求 您最近一个学期要修满9个学分 第二种的折扣是说专业人士折扣 保险公司会针对您的工作种类和大学所学的专业 提供一些不同的折扣 比如说您大学是学习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的 可以拿到折扣 如果您有美国州的以下的执照也可以拿到折扣 会计师执照律师执照也可以拿到折扣 还有是老师执照 教师执照 医生执照 药剂师执照 这些都可以拿到折扣的 如果您是房地产经纪也可以拿到额外的折扣 最后一种折扣呢是多部车辆或者是和房屋人寿保险之间的折扣 所以说您拥有的财产越多 种类越多 您拥有的保险类型越多 最好是在同一家公司买保险 这样的话您会相对应的拿到更多的折扣项目 学生折扣的比例大概在20%左右 如果是专业人士的专业折扣的话 大概也是在20%左右 是根据不同公司的标准了 那如果是多部车辆折扣 那每部车之间可以拿到大概在15%到20%之间 如果是房屋和汽车之间的折扣呢 也大概是根据不同公司介于15%到23%之间 那如果有人寿保险呢 一般公司提供的是额外的5%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